出来吧 出来吧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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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啊 大姐 来啊 大姐 吃饭了 来啊 小米儿 来啊 来来来 坐这儿 大姐了 坐这儿 小米儿 坐这儿 大姐 你的炒鸡蛋太好了 小米儿 你的炒黄瓜片 进来二姐 我的炒木耳 炒鸡蛋炒黄瓜炒木耳 哎呀 我说二米啊 你还翻这儿炒啥呀 搁那儿一起炒 不就是一盆木须肉吗 对啊 你说那玩意儿 那炒一盘炒这儿多简单啊 这炒多敞亮啊 哎 我的饭呢 大姐夫 你的主食 接口 哎呀嘛 啊 啊 啊 庞大葱啊 酱的 这不也冲上山着你吗 哎呦 我那么害怕 哎呦 哎呦 这马呀 好好好 可以 太厉害啊 哎呀 这家伙 啊 这个给你吃 好好好 哎 啊 二米啊 啊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们呀 哈哈 哈哈 没有 不会吧 哼 不可能 自打我下降到你们家家以后 你可从来没做过饭 你就是这么亲戚 给我们仨做饭 只定是有事儿求我们 哎呀 老公 你咋说话的这么直呢 啥事儿不能含蓄点啊你 哎 大姐 我就喜欢我大姐夫说话直 而且我大姐夫还一手后眼 他什么都能看出来 哈哈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从小我俩一块长大 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他这两天来城里找个工作 没劲儿住啊 我先就让他在咱家凑合两天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我看出来了吧 就我这智商 那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这点事儿啊 直说呗 没事 让他来了住我屋 正好是个伴 行 对呀 来就来吧 我不看你一副碗块了 好 可是那个 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 他这人吧 说话有点直 直好了 直好了 说明人实在 你看你大姐夫 这心直口快的 多好 哎 我跟你说啊 直好了 说明这个人简单 善良 对 对 大姐夫说太对了 这人说太简单 太善良了 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写儿 他这个直吧 跟我大姐夫那个直 是两股道 不能 都是一个道的 我们都是同道中的 好 好 我跟你说啊 二米啊 你这事办得不错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对吧 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 这是对的 二驴的 这事你干的一点都不驴 大姐夫给你点个赞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啊 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 都得热情 明白不 得给二米长脸 忙 好 没问题 谢谢大姐夫 应该的 去吧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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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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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哈哈 没怀孕 拉脑子 没怀孕 能碰这样 肯定是男孩 又不然不能变这么磕身 哈哈哈 那个 女孩 女孩 行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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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猪一样 一拍完就生气 那个 翠儿啊 我我我没胖 我就是瘦得不太明显 哈哈哈 还不好意思呢 那怀就怀呗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啊 你说你要是怀孕了 你还不得像她似的 胖得像她似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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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什么啊 哈哈哈 这骨谁啊 你说什么啊 这不大姐啊 哈哈哈 大骨 不是 什么谁大骨啊 大姐啊 我那意思就是 你的身体好 你可不能再吃了啊 再吃你就够大了 哈哈哈 哦 这个是 啊 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小米面 长多漂亮啊 小米 对对对 小米我有燕像 那小时候长的那跟 跟个虾包米似的 哈哈哈 你别天了 你怎么不虾的 你们长大了变这么漂亮 这算哪说理去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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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哎 你好 这我大姐夫 啊 啊 你好你好 大姐夫 哎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 属你最漂亮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呃 就毛发重了点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是男的 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 哎呦 大姐夫哎 哎呦 不会说话了 其实我夸人吧 就会这一句 哦 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哈哈哈 啥 他说话 很一伙行吗 大姐夫哎 对不起啊啊 那个他有点直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道的 哈哈哈 但是我发现 他道行比我深 哈哈哈 哎呀二米 哎 我才反映过来 大姐和大姐夫 他俩是两口子 啊 啊 哎呀这一个老人 故意说的那句话 好白菜都要猪给狗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姑娘你看着我 哎哎哎 哎 大姐大姐 干啥去 还干啥干啥去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晚上做猪肉炖白菜 我上超市 哈哈 我们俩给我白菜去 哎呀 哎呀 别走 别走 哎哎哎哎哎 我再问你 你别拉我我再说 哈哈哈 你是干啥的 哦 我是我是物业 对对 那个我大姐夫 他是物业 特别优秀 啊 要说话 物业我知道 就是小区门口看大门的嘛 对 也有看大门的 啊对对吧 啊对对对 我们村啊只有好狗 才能看大门啊 哈哈哈 你这叫大姐夫 哎哎哎哎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我知道他夸我呢 他夸我是条好狗 好像 我跟你说二女啊 好啊 他在咱们家住了两天啊 你可一直要跟着他 明白不 为啥呀 我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 哈哈哈 另外我跟你说 啊俩不是一个道路 从现在开始啊俩分道扬镳 不是大姐夫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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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演 要拍一部电影 我把你资料给他看了 相忠你了 让你当女一号 真的啊 哎那正好咱快点走吧 哎走啥呀 走啥呀 走啥呀 导演马上就到了 上咱家了 上咱家了 啊 你妈还走不了了 你说啥啊 我那我这我得倒是一下子 是不是啊 我先去 哎我告你啊 我姐的同学 我吓人啊 你得远了 但是我没告你啊 二姑 哎 哎 你干啥呢 坐下 没事没事啊 二姑 小米粒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啊 这次机会 对她来说可是人生的总得 不管她是谁 请你把她给我拴住咯 哈哈 放心 这是交给二姑啊 那个翠儿啊 啊 不行你除非溜达溜达去吧 我不爱逛机 你还不爱逛机 那一会儿人导演来了 咱千万别之声 行不 管好你那张嘴中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不爱说话 哎 这个是小米粒知道吗 是 哎 哎 导演 欢迎光临 你好小姐 里边请里边请 哎呦 太好了 黄伯 哈哈哈哈 黄伯 你好 是想签名啊 还是想要喝眼 别误会啊 我最烦的 你也误会了啊 我只是长得像而已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十二城乡影业公司的总裁兼导演 江小龙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筹拍一部大型电视剧 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 故事的名字叫做士兵突出 最好 哇 哇 哇 哈哈 说那么老长 还事免突出 你怎么要要要不然突出呢 哈哈 你谁呀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翠儿啊 这是什么人呢 我跟你说这是脱朋友过着的 我现在时间多么紧直的吗 已经开始按秒计算了 别生气 答案你别生气答案 什么人呢这是 咋的了 按秒计算了 对啊 你得啥不至于转了 你说这我还要喝几天 我跟你说吧 五天 哈哈 五马一天 哈哈 你不邀介盘突出也不至于丧命啊 哈哈 不是你是干啥的 你在这巴巴巴巴巴巴巴的 你某个大红队存的 你配几个大黄牙 你踩中的是故宫的风格吧 哈哈哈哈 哇 啥意思 啥意思 你一个大红门 配几排大黄黄球子 哈哈哈哈 你长得好看 咋的我咋的 你再看看你 腰粗腿短 大脑瓜子圆脸 小眼睛爬鼻梁 窝过嘴尬肥 翻了翻了像鸡状的似的一个散泡 哈哈哈哈 你四泡 你五泡 你六泡七泡王泡九泡 你大四花大丁喉 你是春天喉 你想干就救他 哈哈 你谁呀 干谁 告辞 再见 再见 这什么人呢 这什么人呢 我求你了 给捧点面子行不行 我跟你说小夏 今天给你捧个面吧 好好 给我捧点面子 你坐点坐点 你消穴你消穴 什么人呢 你就别当个神了行吗 你坐这 那个对不起导演失礼了 确实失礼了 你别说话了啊 我刚刚别说话了 那个小米啊 小米 小米 快点出来吧 一会导演走了 来了 来来来来 小米快点来来来 呀 快 导演啊 导演来了 导演 你好 你好 小米是吧 那个我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开始安 时间紧任务中 开始眼眸 导演 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一段 配乐师朗诵 好 开始你的表演 好嘞 太好了 加油 这段老好了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朗诵 等 我在等待一个人 人没有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哎呀还继续等啊 导演的腰间盘突出都多严重啊 这二季行你演的就不对你知道吗 你听我的你得这么演啊 来 开始 我 在找一个人 人 人 没有来 你等我 他是谁啊他 他 他还会去 你考虑他第一招 你跟我做的 这还要当人真的 就躺着让等谁谁都不得来的 这家人还有人能管管他 你找个人去买乎啊 我这时间去哪了去哪了 这不全被他给耗没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 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 小米啊 我跟你说 我看你也是挺用心的 我呢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接下来呢 我看我看 你所有演绎的是你被你最亲密的人刺了一刀死亡戏 戏中的高潮 哎呀妈 那戏老重了 谢谢导演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加油 准备好 加油 开始 好 好 这怎么会是你 非常好 我们以前那么的要好 还记得五岁那年 你送我的那块橡皮吗 我到现在还留着 还有七岁那年 还有七岁那年 咱们俩手牵着手 走在上学的路上 再惨一点 还有十岁那年 哎 你死了这么费劲 你可累了 你到底是谁呀 他到底是谁 你看看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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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不要说他了 小米啊 我认为 你应该感谢 为啥呀 通过他和你的对比 我感觉你演得太好 小导演 就定你了 哎呀 谢谢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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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钱交一下 哎 五千 啊 别误会别误会 我们这部戏啊 投资是非常大的 投资在十个亿 现在差你们这五千 正好开机 哈哈 咱这五千块钱太重要了 对呀 赶紧交币咱们开机 那我去哪里 是不是虎啊 你要是不是走虎啊 啊 输掉五千 输掉五千就给五千 哈哈 过来 能不能不要那么大货 你 你 你这是在菜市场买菜的吗 你看啊 他是诚心演 你是诚心招演员 咱们就取个棕 十头的 哈哈 那你说你能给多少钱 三十行不行 行 完了 给包了 你真行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打车来花三十 你给我三十 小米啊 你做你的演员春秋大梦去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家伙一分钟都待不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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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你瞧瞧他 那家伙二十个演员 你又门的人怎么是个演员 二十 瞧他呀 十亿的大电影 那都让他们脚光 怎么 我脱老了 也是找了这么一个大导演呢 让他给脚光晃了 咋子啊 那个别着急 那小米啊解说解说别哭 别着急 不行那五千块钱结给你他 那个欠儿啊 你再给导演打个电话 二股求你了 行吗 打透了我说啥 你打过去吧 不行我跟他说 你嘴巴 你妈 你把他嘴给我补上 哈哈哈哈 你是干啥呀 哈哈哈哈 你瞧瞧 七里八里都大了 看啥呢手机 这啥玩意啊 十二生肖 家政交小龙 十二生肖 月嫂交小龙 十二生肖 这都什么都交小龙呢 叫曼总是啊 哎 还睡了呢 还睡了呢 还睡了 这照片上 哎这都是一个人 哎 那这名不是一个名啊 这叫啥呀 你看啊 焦小虎 焦小兔 焦小鼠 焦小鼠 哎呀妈呀 这不十二生肖凑齐了吗 这不是啊 啊 啊啊 咋的啊 插个狗 你说你怎么瞅你啊 插 你给我找的大导演 还是大骗子啊 我也不知道朋友介绍的呀 哎哎哎哎 还怪我朋友呢 还说完小翠儿呢 要没有小翠儿 你今儿是不是上到受骗了 可不是吧 是不是把人家给人家了 这不是骗子 哎 小翠姐 哎呀 我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小翠姐 我那钱 就让骗子给骗跑了 谢谢你啊 小翠姐 你算是谢啥呀 本来你眼睛也不好 那啥 小翠姐啊 这么的 我今天正式要求你 跟我住一个屋啊 行 回来 那我今天就跟你们住一块 哈 但是我在你们家呀 我也不能白吃白住 这么点 你们在家待着 我呀 就去咱们家超市 帮大姐卖卖货去啊 你咱俩自己家 看我朋友多好 还只要帮咱大姐卖卖货 对不对 哈 超市卖货 那不得干黄了啊 你啥呀 你啥呀 你快哪一块小翠儿啊 一块小翠儿啊 一块小翠儿啊 我不要啊 小翠儿啊